台上副总统赖清德和准高雄市长陈其迈 两人交头接耳有说有笑 就连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到场挺迈大传联 不仅仅是高雄台南要合作 其实南部啊县市都应该共同合作 推动南方的发展 南台湾想牺手发展自然跟用人很有关系 现在陈其迈的小内阁初步名单也曝光了 副市长找来对产业很了解的经济部技术处长洛达生 还有公务专长的林清荣 以及擅长文化创意也是局势人马出身的使者 至于杨明周则回国接任市府秘书长 另外也传出这次会有三分之一是女性格员 最大焦点就是电视台女记者阿布斯要接任圆明会主委 副市长我的思考是在产业转型到增加就业 重大建设以及减少空污 大概都是在这四大优先的逻辑下来思考 我对陈其迈市长所提的这三位副市长人选 我给予他不及格的分数 势必会出来一份所谓的派系共治的一个名单 使则副市长是代表过去的花妈的派系 如今陈其迈重返高雄 面对朝小野大的挑战 小内阁成员自然得在局系 阴系和海派中取得平衡点 才不会成为接下来两年的绊脚石 怀运新闻林维凯黄佩涵 高雄报导